美國表示會對北韓實施核試驗進行快速與合有力的回應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星期二在訪問首爾時說 謝爾曼表示 北韓的任何核試驗都會設備違背聯合國安利會決議並且會得到快速而且有力的回應 他相信不僅大韓民國、美國及日本 而且整個世界都會以有力及清晰的方式作出回應 他還補充說 我們做好了準備 明天我們會繼續與南韓及日本舉行三邊會談 美國南韓官員及北韓問題專家過去幾個星期以來一直表示 在北韓唯一一個為人所知的核試驗場出現了建立新設施的跡象 預視平壤可能沒多久後試驗核武器 北韓在2017年自行宣布停止核試驗 但一直抱怨美國及國際社會未有取消對平壤的制裁 美國堅持認為北韓必須採取行動完全拆除它的核項目 並且因此而贏得國際社會取消對它實施的制裁 至今年年初以來平壤當局頻繁試射彈道導彈 展示自己的軍事能力 在星期日的大規模導彈試射中 北韓一口氣發射了8枚短程彈道導彈 一日後 南韓軍隊已是駐韓美軍聯合行動 對南韓東海訓練標發射了8枚陸空戰術導彈 直接回應北韓前一日的發射 韓美聯軍星期一的導彈發射自從韻石於上個月上任南韓總統以來 韓美軍方第二次直接針對平壤的導彈發射採取國合行動 在並且系統的導彈發射 電視為了不停和佔罷大 有關心的祈禱 武力開封